第290章 黄鼠狼给鸡拜年 事实证明菊花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 县衙的官差带人到各村搜寻了一番 多少都找了一些姿色不俗的少女 这世上的人是各种各样的 青南村大部分人家都不愿闺女被挑中 但旁人却不这么想 有不少的人家就巴不得闺女被选中 想着要借此机会让闺女进入高门贵户 那往后全家都会跟着发达 因此竟是有人主动将闺女精心打扮 送到棺材面前 其中不乏家境英识的富户 不过夏唐级青南村这一片 士林的女子大多出嫁 就算那没出嫁的也是歪挂裂枣 这个地方因为消息传遍 是知道些内情的 只要不是立意熏心的爹娘 大多都不会干的糊涂事 新来的李县令在县衙后院 瞧着搜罗来的小批少女 虽然也算是不错 但只有几个出色的 且大部分都是畏畏缩缩 一副小家子气 要不就是眼神热烈 一副想要喷高枝 求富贵的模样 还是要好好地调教 她跟夫人房里的刘嬷嬷交代了一声 转身就去了前面 向差役们问起搜罗少女的详情 待听说夏唐级那边的情形后 脸色就阴沉下来 又有人上前 如此这般地告诉了她一篇话 顿时就冷笑起来 原来告密的这个差役 叫黄尼尔 最是贪心了 她前些年跟着胡县令 被管得死死的 攒了一腔奋怨 老是怀念胡县令前任在的时候 那差事干得多风光 就算下面很穷 出去办差的时候 也能顺手牵回些 积压之力的畜生 家里过得十分的富足 如今这李县令来了 她察言观色 晓得是个不安分的 心眼就活跃开了 这一回去青南村 李庚田并没有亏待她 临走还送了她些 木耳之类的土产 就希望她放一马的意思 可是这人就是愈鹤南平 早就盯着村里的两个作坊了 她在李县令面前 一番搬弄唇舌 就见县令大人冷笑不止 说道 准备一下 老爷我要下堂级去看看 说完 甩手去了后院 边走边想到 不过是一个举人 还能翻天 是丁学正姐夫的女婿 又不是丁学正的女婿 老爷我连丁学正也不怕 还怕你家这千三挂四的亲戚 李庚田看着端坐在自家厅堂上方的李县令 十分的不安 这么大热天 县令大人居然亲自到清南村来了 还带着大批的随从 这到底是为了啥 若说是挑选美女 上回不是已经挑选过了吗 李厂宇得知这消息 也急忙赶了回来 陪在一旁 他脸上带着笑 心里却恨得牙痒痒 心到这狗官为何还没有落到清灰江了 李县令慢条斯理的喝了一口菊花茶 笑道 哈哈哈哈 果然是山水宝地呀 好茶好茶 抬眼扫视了一番厅堂 又道 嗯 这里也凉快 不像清灰那般炎热 李庚田忙低头千功的陪笑道 嘿嘿 山野之地那些粗糙的野玩意儿让他人见笑了 李县令呵呵笑道 哈哈哈哈 李村长果千了 本县令跟您还是同姓呢 五百年前是一家哟 你儿子李长风虽然去岁落榜 不过有丁学生的栽培 两年后定会高中 那时我们可就同朝为官了 李庚田急忙陪笑道 哎呦哎呦 姐大人的急言 要真是那样呀 我们全家都要感谢黄恩的 县令大人跟李庚田父子 东拉西扯的闲聊了好一会儿 特别是对两个作坊详家询问 李长宇笑道 大人有所不知 清南村办这个作坊 也不过是让大伙手头增加件火钱 日子好过些罢了 其实呀 还是以种田为主 像那些大商家 作坊规模很大 销售呀也广 方家的宋掌柜都笑话我们 不像做生意的样子 一年呀 转那几两银子 还折腾一头劲 他们家那房子呀 就太多了 李县令似消非消的 看了他一眼 并不接枪 又问起了山上的巷子果 李庚田急忙站起身 回到小青山上 杂杂拉拉的长了不少巷子树 要不然咱们也不能去捡了来喂猪 日子过不下去的就弄来吃了 不过呀苦得很 后来呢 就用水使劲的瓢 也就能吃了 这事根本瞒不住 当然要说了 说得越艰难越好 李县令点点头 又丢下这个话题 从随从的手里 接过一本册子 不音不扬地问道 李村长 这次挑人是金城来的命令 本官呀 也是奉命行事 也该明白 可是 为何你们村的女儿 全部都在最近出嫁 啊 还有附近的村庄也是 难道你对上面的命令 心声不满 目光刀子一样的 射向李长宇 李庚田心里咯噔一下 立即惊慌地跪下 叩头不止 嘴里说道 大人大人呀 这事小人实在不知 小人长了几个担子哟 也不敢做出 这样的事 再说又不是一家两家 这么多人家都嫁闺女 跟小人有啥相干嘞 李长宇心中震惊 愤怒不已 也跪下朗身道 请大人明察 如此多的人家嫁女 又不是李家的亲戚 难道我李家脑子进水了不成 跑去管这个吃力不讨好的现实 李县令斜眼睛 瞧着李庚田父子俩磕头 也不叫起 好一会儿才到 本来嘛 本县令也不至于 为了这事来搅扰李村长 不看僧面看佛面 总要给丁学正一个面子的 不过渔民的这种行文 也太藐视朝廷 李庚田此时出了叩头 嘴里还一个劲地澄清道 大人呀 大人一定要明察 夏唐吉如今人来人往 秦桧那边开始雪人的时候 这边呀 就已经传遍了 实在不是小人干的 小人难道不知道 这要是被选中的话 说不定呀 从此全家都跟着沾光嘛 这样好事 这些乡下人不是好歹 李县令阴阴地打断他的话 那你侄女李金香是怎么回事 为何也是最近才出嫁 李庚田这才抬头 尴尬地说道 哎呦 这样咋说嘞 我当然想她嫁个好人家 我妹妹呀 可是嫁到清辉嘞 我一点也不想把侄女 嫁到乡下 不过呀 家丑不可外扬 我也是没法子嘞 又转头 狠狠地蹬了李长宇一眼 赤道 都是你招来那个罗三 要不然会有这事 李长宇低头不敢答话 李县令只是冷笑 也不接枪 好一会儿才对她道 按这份名册 把人都来验证一番 若是有那虚欺欺瞒的人家 你该知道后果 还有 不要说不在家之类的托词 正所谓 躲得过初一 躲不过十五 还是早早地叫来为好 说着 置下手中的册子 李庚田顿时 面如死灰 剪起那册子 仔细地又瞧了瞧 都是十岁到二十岁之间的女娃 包括最近出嫁的 不过 里面没有菊花的名字 像是知道这个仇女 她十分的无奈 心到自己父子 也算是尽力了 还差点惹祸上身 如今出了这样的意外 她也是没法子 于是召集人具 叫这些媳妇闺女都出来 嫁出村的不用管 县令大人 已经另行派人去查了 一番鸡飞狗跳 惊慌骚乱之后 所有名册上的女娃 都集中到了李家大院 令人意外的是 李县令并没有特别的为难大家 只是随心的婆子 把小燕给拎出来 说这丫头还是个处子 院子里的女娃们 听了都担忧不已 小燕最后嫁给了周小满 可是她根本就未成年 自然也就没有圆房 当然还是处子之身 李县令冷冷地 扫了这个女娃一眼 嗯 姿色还行 不过也不算很出色 编导 啊 先记一下 回头再处着 她看着外边的这些小媳妇 有几个还是很不错的 可惜已经不是处子了 哼 这些刁民 胆敢跟她玩花样 看老爷往后怎么收拾你们 今儿先办正事要紧 就有人上前将小燕带了下去 李长宇虽然愤怒 却无法可想 不过小燕脸色却十分平静 走的时候死死地盯了李信恋一眼 外面的小燕 爹娘和周矮子 听了这话都呆住了 小念阳当时就眼一翻晕了过去 李庚田也十分的难过 小燕可是她侄女 她想要为她求情 还没张口就听李县令道 这一回的选秀 连丁学阵也要支持 李村长想必不会让她为难 回头呀 跟着孩子的爹娘 好好地说说 能被选上那是多大的福分 李庚田无力地点头 心里骤遍她祖宗十八代 哼 屁选秀 选秀能从乡下选 李县令转而问李庚田道 听说你们村有个镇家 那香肠作坊就是她家 牵头建下来的 方家的农具也是她家提供的 连上一任胡县令 都对她家赞不绝口 秦辉县能有如此能人 本县令自然要上门去看看 李庚田听了一愣 忙道 大人要见郑家人 小的就叫他来就是了 怎能劳动大人亲自上门呢 李县令已经起身出了院子 嘴里道 哎 无妨无妨 本县令呀 这是亲民 这等良民 上门看望也是一段佳话 李庚田无法 只得陪着他 带着浩浩荡荡的一群人 去了镇家 李长宇心里惊恶不已 不知这群狗东西 东一狼吹 心一棒子 到底想耍什么花样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绝不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 去嘉奖未了镇家 清木和张怀早就得了消息 直到县令亲自带人去了青南村 已经凝神戒备 菊花涂了假赖皮 躲在房里老老实实地做针线 刘云蓝也得了菊花的嘱咐 做了万全的准备 只是他们谁也没想到 等了一个上午 却是县令大人亲自上门了 清木心里有了不妙的感觉 却还是镇定地和张怀迎出老远 由郑长河和张大栓领着 恭敬地跪接了李县令 李县令尽他们如此恭敬 心怀大唱 和颜悦色地叫起 然后在众人的陪同下 副手缓行 他长袖飘飘 一派儒雅的风度 看着散落在山脚的这些住户 背靠青山 前门淋水 沿河边杨柳青青 桃树稠萃 远处田野绿意连绵 不禁赞道 嗯 好个青山绿水的地方 怪到如此富足 这话听得李更田和清木的人 脸色大变